隔离是一家非常出色的企业 就是在1000亿以后 还是保持了非常高的增长 和非常高的利润率 是中国家电企业最杰出的代表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背景 他们都是珠海企业 我们机商软件也是珠海企业 但是它要是跟互联网企业 比增长率比规模 它是必数 所以我当时就说 要不我们就赌一块钱的 这个赌多了 到时候大家说当不当真 他在现场直播的时候 说一块钱说了不算 要赌就赌十亿人民币 反正我主要是怕 大家不领约开个玩笑 我就说马云你敢担保吗 你们支付宝不是做担保的吗 马云说他不敢担保 所以我不知道董明珠当真还是不当真 但是格力做的最好是传统家电企业 实际上这个赌识说互联网生产力跟传统生产力比十年胜出 虽然传统上你搞二十多年 互联网生产力搞了两三年对吧 好像不可比规模差四倍 但是在五年之内就会颠覆过 是吧 你想格力的一千亿是花了二十五年以上做出来 小米的三百亿是两年干出来的 第一年可能是八倍 第二年四倍 第三年可能变成三倍 第四年可能是两倍 第五年可能就超过了 或者第六年就超过了 这个增长率差很远 就像马云讲的 你这个八卦掌练到再强遇到机枪的时候 你还是会死 就是闭着眼睛说五年搞定十年一定搞定 对吧 那马云还说三年之内我就能搞定了 我觉得三年之内有难度 我觉得所以我说了个五年 我觉得五年内我们搞定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之高 但是一定会赢 这不是我哪句话都能干 它后来话就是这样的 后来话是用先进的生产力 先进的机枪落后了 落后的就是做到极致也是落后的